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鱼 现在已经是早上的八点半了啊 我刚起来 我为什么刚起来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有点不舒服 我好像真的感冒了 我昨天已经喝药了 连着喝了两顿了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看着没有 我是今天早上六点多钟时候给我冻的 我把棉服穿上了 穿棉服睡的觉 特别的不舒服 我们今天是准备出发的 继续往昆仑山上面走 就是继续往上走 我也不知道我这状态行不行 二哥我感觉今天好像比昨天精神多了 给你趁热喝 行 知道了 哥帮我把热水帮我冲上了 给我冲的姜糖水 超级难受 真的超级难受 我今天十斤喝热水 我多喝着水 我一定把自己身体养的棒棒的 我们全部收拾完毕 准备出发了啊 不多开 然后去 到这个昆仑神泉吧 我真的是有点不太舒服 然后到那停留一下看看 那个海拔就又往上上了两百米就 那个地方的海拔是三千七 然后咱们现在出发 太美了这个地方 虽然说空旷吧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昆仑神泉这个地方了 然后我们也是准备到里面去打点水 感觉像路边的一个小村子似的 然后这个呢 是昆仑神泉的入口 上面 咱们现在往里走 这个就是那个昆仑圣泉啊 打水都在这打 你经常跑这趟线对吗 然后你们到这来总上这打水是吗 嗯 这个水是哪流出来的水呀 是下面有泉沿 还是说山上流下来的 没看见罐子吗 罐子 嗯 七罐子那个中间 啊 平时的那是七罐子 不是说它的源头在那里 这个水特别的纯洁呗 特别的纯洁 嗯 您经常跑这趟线是吧 只要到这停 到这就过来灌水是吧 我们这一次灌烧的话一星期吃 是一星期 烧的就是一星期 哦 到锅里面烧几次开水的话 下面北的那个没有 哦 没有碱就是不喊碱 嗯 一般那是普通的水度 嗯 少几次开水的话 下面不是这个沉浸屋 北的北侧的沉浸屋吗 啊 管子管子埋到这的 他从那个源头接过来管子接到这 然后跟他就是 他源头应该就在这不源头 嗯 现在你看那个管子特别清楚 一个纹罐 可以的那个那个就是纹罐 你们以为这是圈颜吗 对我刚才刚开始过来以为这是泉眼呢 给你们再好好看一看昆仑圣泉这边这个风景 风景还是很不错的 昆仑圣泉位于格尔木市西南方向 像青藏公路109国道 约94公里 纳赤台处海拔3700米 藏语称纳赤台 是沼泽中的平台之一 也称佛台 泉水为构造盐浓水水温恒定 水量均衡 它是昆仑山中一眼四季不动的吻泉 冬季恒温7摄氏度 水质甘甜纯美 金银透明 被誉为冰山甘露 与医学专家鉴定 昆仑山中的大多数泉水都是含质量较高的纯天然的 优质矿泉水 有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功能 和保健美容的作用 故有人间盛水之美律 我来之前做了一下功课嘛 嗯 说这个地方不是他真正的泉眼 刚才那个大车师傅也说了 这是后接过来的 真正的那个泉眼在哪 他们也不知道 我在网上看了 他们看了一个视频 一个破的景 说那是他真正的泉眼 这个地方是2006年 重新给他建起来之后 打造起来 然后为了方便人们打水什么的 然后给他重新又打造起来的 不是原来的那个 打完了啊 打了把我所有车上能装 能储水的装备全储满了 好了 往外里 我们从昆仑圣泉出来了 打完水出来回到车上了 有一件事是可喜可贺的 给你们看一眼 你们看 二狗拉屎了 你看看看 他终于拉屎了 太棒了 就是没看到他的骨头 你看你看看他的屁屁这 二狗拉屎了 太好了太好了 太棒了二狗 但愿应该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 他只要能拉出来 我觉得就是好事啊 就是好事 而且他现在这些臭里面没有沙子什么了 最担心的就是卡在他肠子里面的那个骨头 如果我感觉他能拉出来臭 我觉得问题就应该不大了 太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纳赤台这个地方 就昆仑神泉这个地方嘛 现在这个地方的海拔是三天七 然后由于我有点感冒 然后就不想再往前走了 因为水什么都打完了嘛 我们就想在这个地方 找地方露营一宿 就是我先缓一缓 然后明天再往上上 我们找到露营地了啊 本来是想在赤纳台那边找地方住的 然后呢都离道边太近了 大车太多 一是比较吵 二是晚上我们住车 怕有的那个离道边太近 有的大车看不见 晚上再给我们撞了 然后我们就沿着路 又往前走了几公里 在这边找了一个就比较荒野的戈壁 算是戈壁滩吧 然后最重要是呢 后面那是一个公厕 有个公厕 然后现在把二狗放下来 大家溜达溜达 我估计二狗应该是没啥事的 宠物一声的话真不能停 让它都吓死我了 你看人十已经排出来了 臭也拉了 让它下来活动活动 哎呀二狗这回是吃好喝好了 在这趴着了 不动弹了 我觉得这可能是昨天晚上 我给它灌点油管用了 今天拉了不少出来 就是刚才下车的时候 又拉了一些 拉了挺多 但就是没看到里面那个骨头 只要它能拉出来 就是好事 就是好事 哎呀我也不用那么着急上火了 这两天真给我折腾的够呛 先在这住一宿看看情况吧 反正目前为止除了感觉 喘气难受以外 别的倒没有什么 别的感觉 什么头痛啊 什么都没有 但就是偶尔咳嗽 然后这个地方 喘气比较费劲 说多了话 就得大口喘气 柄桀订阅 委員会 等于男后 风雖 都有 doet 两次 着 triste 散 групп 散